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知道罗杰在看到一只寻找的大明宝就在他眼睛时 他在干什么吗 他在笑 我们每个人都在笑 笑到连眼泪都流了出来 而接下来罗杰就让眼泪流在眼角 然后继续笑着说 乔与波异 我正想和你重生在同一个时代 你真是留下了一个了不起的大宝藏啊 而知道这里我们才终于知道 原来这个从20多年前 海宗刚开始连载时就被罗杰提出的 引发大航海时代开始的大宝藏 竟然就是在云人岛的历史中 所出现的存在在800年前 向人与公主道歉的乔与波异所留下的宝藏 从某种层面来说 这就算是已经解答了一个海宗世界的大谜题 那么乔与波异又究竟是谁呢 在129系海宗专题 我们就忽舍提到他不光可能就是 玛丽乔亚的那里巨大草谋的主人 甚至也就是曾经玛丽乔亚真正的主人 以及古代王国也就是 可能的帝制王国的国王 而这一系列的可能身份 也就可能是为什么是乔与波异 才能留下这个全世界最大宝藏的原因 而通过漫画967话 雷丽对尼波异说的 在他的理解中 他们只是要找到 制造了古代兵器的人们 所留下来的大宝藏 而不是古代兵器本身这个情节点 我们也可以得出 乔与波异不但就是留下大秘宝的存在 他顺利也有可能就是 古代兵器的制造者 或者制造古代兵器的发迹者 而这个可能也就是 在找到大秘宝的这一天 并且写到他知道了 古代兵器究竟是什么的原因 从预讨导的历史证文中 乔与波异对爸爸年轻的人云公主 也就是曾经的古代兵器海王的 倒进行来说 乔与波异可能就是 没有完成对人云公主的某项承诺 而其实从预讨导飞行人 在鱼人岛的冒险中 我们基本也已经知道 这个承诺很有可能就是 帮助鱼人族 回到地面沐浴在真正的阳光之下 而从这个层面来说 在夏丽的语言中 藏陆飞会毁灭鱼人岛的行为 可能就是他接着乔与波异 和罗杰为完成的录之后 帮助800年后的人云公主白星 和鱼人等 是已经从海底 走向地面的第一步 而完成这个任务的人 之所以不是罗杰 肯定就是因为 在罗杰将要找到 大米宝的时候 有因公主白星还没有出生 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的错过 对罗杰来说 可能就是经历了一种 像800年前的 乔与波异一样的遗憾 然而尽管事与愿违 通过罗杰看到大米宝的笑容 我们可能也可以快看到 800年前的乔与波异 在留下一切和悲剧的境地中 依然在大笑着的豪卖形象 而结合400期海东专题 所护着讨论的内容来说 在萨华罗鼓励罗宾的笑容中 我们其实可能就早已可以看到 乔与波异的笑容 而除了465期海东专题 我们所讨论的越来越影响之外 笑容可能才是 D的优越含义 说到这里 罗杰再回到 在最终指导找到乔与波异 留下的大宝藏后 罗杰对最终指导 所取下的名字 也就是Leftail 相比拉夫特尔这个音音的名字 更具体来说 Leftail的意思 其实也就是笑容的传说 而在进一步来说 Joyboy 也就是乔与波异名字的真正含义 其实也就是喜悦的男孩 而不管是乔与波异的名字 还是逻辑取给存放者 乔与波异宝藏的最终指导的名字 在喜悦的男孩和笑容的传说中 都带有着的和真正的笑有关的 幸福快乐的含义 可能才是在财宝和武器之外 海东大笔宝的终极答案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东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